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少于8305宣布中空 宣布这礼拜是中空 对不对 那从上个礼拜以前就短空已经一个多月了 我不是跟各位讲这个上市的股票就短空嘛 那是短空中多嘛 那这个礼拜变成中空短空嘛 那这个礼拜的日K线 我们虽然是周线 在礼拜三 礼拜三的时候 这个礼拜已经扭转为季线向下 提前 这个礼拜整个礼拜是 在礼拜五的周K线是扭转向下 但是在日K线里面在礼拜三 这个礼拜三就已经破盘破价 我跟各位讲过了 对不对 所以我昨天最后在节目里面 我最后这个 新云那时候 我也那时候也是一样新云主持嘛 对不对 我最后有讲了一句话 你不晓得有没有听到 我说这个 7200点 我是没有在考虑的 我这个做股票我是很现实的 我看 看涨就是涨 跌就是跌 跌我不会看支撑的 因此7200点对我来讲 是没有任何参考意义的 我这样讲 希望你能够明白我的意思 但是我不能说7200的一定怎样 到时候我被抓走 对不对 到时候我要被人家警告 那我已经跟各位讲过 OTC是还可以 OTC还可以 但是生技股不行 我一直要跟各位讲 OTC它走势跟大盘不一样 OTC是短多中多 所以OTC只是从133.6点掉下来之后 133.6跌下以后 它是防守在这个上升的月线 跟上升的季线时间 那这是很正常的一个回撤 正常来讲 你看它箭头都是往上的 表示OTC这个指数 这整个指数 我是讲的是 OTC的指数不是讲个股 它算还OK 因为它扣底值 不管是月线还是季线都是低 都是在扣底低 那所以它基本上 它还有机会再做一个反弹 甚至再过高点 都不一定 那会不会再过高点 当然要美国股市来配合 要美国股市来配合 那我们再看一下美国股市的SP500指数好了 SP500指数 它是跟 这个股票 因为它是 美国最 全值最大的500档股票所组合的一个指数 它是参考性非常高 就像日本里面的 你可以225或者是东正一步 一样的一个道理 那它这个 这个现在目前的扣底值 它现在目前来讲 它要上不上 要下不下 那我们看到美国股市 它们是短空中多 它还是个中多 趋势向上 季线向上 那这个礼拜开始 这个现在目前来讲 季线是做扣底低 所以美国股市不怕跌的 它不怕大跌 那我们怕大跌 是因为我们季线已经往下 那美国股市如果 以这个月线的日扣底值来看的话 SPY指数昨天收盘是2052点 那今天来讲的话 今天的扣底值 跟明天的扣底值 应该说下个礼拜一的扣底值 今天的扣底值跟下个礼拜一的扣底值 都是扣底到前一波那两根K 那两根K 那个往前推20天那两根K 黑色的部分 所以因此我判断 你往前推20天 所以我判断 SP500指数 在今天晚上礼拜五跟下个礼拜一 基本上没有跌的条件 就是助长抗跌 如果跌也跌的少 好那这样延续到亚洲股市来的话 那台湾的股市在下个礼拜一 跟礼拜二 因为下礼拜一就是美国股市的收盘 会影响到礼拜一 那美国股市礼拜一的收盘 会影响到我们礼拜二 对不对 那我讲过了 我为什么在昨天跟各位讲说 这个反弹的力量可以延伸到下个礼拜二的前后左右 那基本上 应该在礼拜三 最晚在礼拜三 下礼拜三 最晚我建议投资朋友一定要出勤股票 下礼拜三 也就是说就算是今天又跌了嘛 对不对 今天没有反弹 原本它有力量反弹 但是又跌了吧 那从下礼拜一 礼拜二 礼拜三 不管你的股票有没有反弹 不管指数反弹的条件到多少 我判断基本上是一个指数的反弹波 没有错 那反弹它当然最大的一个压力点 是在下降的月线 那下降的月线 像目前的月线 是已经打到了这个 已经打下来了嘛 它已经薄牌了嘛 已经向下了嘛 那基本上就是下降的月线 反弹的幅度 我想基本上也不会让你感动 也不会太过于 也不会太多 那我基本上是判断这个盘 已经是破线破价 那破线破价 我们要看到美国股市 我认为美国股市在下礼拜二 跟礼拜三 年准会的利率会议 那铁定百分之一万会升息 那升息之后 到底对于整个风险性的资产 或者整个资本市场 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变动 我们不知道 我不知道 而且你这个联总会开会之后 叶伦道小姐还要讲一下话 对不对 你要让他讲一下话 那有时候讲的话 让你会吓到 所以市场里面的大部分投资朋友 要怎么解读美国股市未来的走势 我们不知道 我只是跟各位讲 美国股市现在目前 还是一个盘整的区间 那为什么台湾的股市 会走势这么弱呢 其实我们看到 韩国股市也知道 韩国股市跟我们是 几乎是烂凶烂地 韩国股市也是一样在 在破线破价 那为什么台湾会这么弱 一定会弱的 为什么因为我们台币会贬值 那台币为什么会贬值 因为这是规定的 你不要不信 不要铁齿 因为美国 美元越来越强的情况之下 因为美国一直要升息 对不对 那美元的资产会增加 美国的货币 美元货币会强势 那欧元 欧元为什么会最近会比较强 因为欧元是因为 他原本对于 货币宽松的一个 他没有扩大货币宽 他只是延后时间 所以为什么欧元最近从1.05 1.05就跑到1.10 他升值了5% 那亚洲的货币会很弱 包含了人民币 新台币 或是日元等等 全部都会瓦解 会很弱 但是很弱的情况之下 日本喜欢他货币弱 因为日本日币跌 日本股市就会涨 就像跟韩国 那个德国一样 德国只要欧元 欧元跌 德国只是就会涨 欧元涨 德国只是必然跌 那我们是货币跌 我们一定会跌 货币涨 我们一定会涨 每一个国家的货币不一样 因为所表征的内容不一样 这个我以前都跟各位解释过了 好 那现在我们对这个盘怎么看呢 我们这个盘盼崩坏掉了 这个坏掉了 我不好意思讲崩盘了 但是我心理上其实认为 几乎是崩盘了 几乎已经完全瓦解了 那我一直跟各位讲 我以前在讲的时候 我都不拿这个基本面跟你讲 我不是我不会拿说什么GDP不到1 然后指数就应该怎么样 对不对 因为这个不是在我的最考虑范围 我是技术派的 所以我不要用这个来吓你 如果是GDP是1的话 那5000点都没有资格 我可以跟你讲 我是可以跟你讲真的 我们台湾不到1 如果是只有1%的GDP 5000点不值得 都不买 你知道我意思吗 所以不要跟我讲基本面很好 基本面很好 你知我知 怎么会基本面很好 基本面6 GDP有时候5%6% 我们都不会觉得特别感动 以前还10% 你知道吗 我小时候练书的时候 那GDP都10% 你知道我意思吗 那现在 以台湾的GDP来讲 它是几乎是 非常不理想 非常不理想的一个GDP 你知道我意思吗 这跟全世界比起来 我们是很烂的 你连美国都没有办法赢他 美国的GDP有2点多% 那欧洲你看 德国也比我们还强 那那些开发中的国家 那GDP原本上 不应该 应该会输给我们才对 可是我们都输给他 你不觉得很好笑吗 是不是 所以我不用用这个来吓唬你 但是我用的是技术面 那技术面来讲 大家要考虑到一点就是 我必须要在这个今天 跟各位多讲一点 很多人都会问我说 尤其是我的会员都问我是老师 那国安基金不是要互盘吗 那应该不会跌 我不喜欢你讲这种话 因为你讲这种话 你就是 你就用政治在做股票 那你一定会输得很很惨 我认为 如果考虑到选举的因素 会崩盘 如果 如果我今天不是考虑到 国际股市或是技术面 如果我单单从选举 那我宣布这个盘不能做 我一定不会做多 因为我不知道 为什么选举会涨 我一直想不通 为什么选举会有选举行情 我告诉我的会员 选举会有行情是向下的大跌行情 绝对不是涨的行情 为什么选举会有行情 我不知道 谁规定选举要有行情 是谁规定的 有人跟我规定说 选举会有涨的行情吗 为什么会有选举行情 你明明知道选举都很乱的 大家为了胜选 对不对 有时候 你也知道一下子就1.8亿 一下2.5亿 一下又1380万 我也不知道在说什么 逗来逗去 你觉得这种情况之下会飙 你也太单纯了 你是小明 所以我就跟你讲过就是 如果是考虑到选举的因素 那一定会崩盘 你信不信 而且选后 你怎么知道选后会怎样 你怎么知道选后 1月16号投票以后 你又知道16号以后到 2月3号封关 这个短短这两个礼拜 你怎么知道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动 你又知道怎样 我讲的是资本市场 是不是 那你想想看 1月16号以前的今天 到今天再往前一个月 我们所讲的任何一句话 有没有改变过 我不是一直跟你讲 绝对不会有选举行情 我讲的就是大盘嘛 一定不会有选举行情 那有没有验证 那不但是 我跟各位讲说 不但不会有选举行情 恐怕还会有崩盘行情 你信不信 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 因为美国股市很危险 我们看国际股市 如果国际股市跌下去的话 外资就到台湾的股市 跟到韩国的到日本的 或是到印度的中国的一模一样 他全部都到全部都卖 就像倒垃圾一样这样倒 我没有骗你 我绝对没有骗你 外资他们做股票就是这样 所以你不要一直跟我讲 什么外资会出去几亿几亿 他还没开始会 还没开始会出 你等到他们国家股市跌 他保证倒垃圾 你谁都一样 他不是真的值得台湾 他每一个国家都一样 因为这是规定的吧 MSCI就是这样规定 他们要全职操纵 而且美国的资产又增加了 美元强势以后 他们当然回去买美国股票 那不是更便宜 如果美国股市跌下来 他们更会回去 为什么 因为美国股市比我们还便宜 如果美国股市崩盘 他们一定会回去买美国股票 卖台湾的买美国的 这个叫套利 难道不是这样 历史上以来从来没有例外 所以2008年那时候跌了 跌了5000点下来 我是放空7个月 我那时候跟那时候8年前讲的话 跟现在讲的一模一样 因为美国股市那时候 是不是把台湾股市扯下去 是不是 把亚洲股市扯下去 而且台湾股市 那时候从2008年的5月份 我们就开始跌了 对不对 跌到了8月份9月份 美国发生了贝尔士登 雷范兄弟的风暴 金融风暴 我们先跌了4个月以后 最后我们全部瓦解 最后跌到4000点以下 那国安基金很帮忙你啊 复盘啊 有啊 付了5000点啊 那是好在美国股市有14QE的 要感谢奥巴马 所以很快时间里面 从3955拉到8000多点上来 国安基金才能够解套 再半年时间就解套了 否则他搞不好六年都不会解套 还半年 所以我为什么主张说不要互盘 我这很忠性嘛 因为我讲我们是股票族 你跟我是股票族嘛 对不对 那我们股票族是怎样 股票族里面有主力有法人 那我不讲过嘛 主力跟法人 你也不要把他当成好人 他们基本上 他们是戴着小红帽面具的 背后那只大野狼 其实心胸是非常残忍险恶的 你看他表面好像很仁慈很可爱 他专门坑杀你 其实我们基本上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赌徒 你知道吗 既然我们做股票的人是赌徒 为什么 凭什么叫我们2300万人 来帮我们买单 那万一互盘不成功 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钱 劳保基金 劳动基金在里面 那把我们输的钱怎么办 所以我反对啊 我不喜欢互盘 我是讲真的 因为我们是赌徒 是你跟我在赌股票 可是很多人都没有在赌耶 那对他们公平吗 不行啊 不公平嘛 所以国安基金 我理论上来讲 他是因为在八月底 九月初那时候 台湾股市真的跌得很惨 对不对 那时候出手一下 但是目的到了以后 就应该走了 他不应该复盘到1月16号 我不是在批评政府 我是提供一个观念 因为全世界没有人这样干的 那你这样复盘的话 是不是我们就很难做 那为什么难做 因为你想要卖的人 从八月九月开始反弹到十月 想要卖的投资朋友 因为发现国外基金要复盘 所以他变成不卖 那他不卖以后 他反弹上来他没有卖 结果又报到现在 本来他没有亏钱了 又变成输钱了 那现在又搞到不上不下 那如果国际股市崩盘了 以后怎么办 那到底怎样 是好意还是不好意 所以政府的美德有时候 会变成不好的一个情况 你知道吗 所以我是希望说股票市场里面就是 想要卖的就让他卖 想要买的就让他自己会买 你不要管他 因为这个愿赌服输的东西 你今天谈跌下来也可以做空 也不一定要做多 股票没有说一定要做一个方向 像现在目前来讲 我不是跟各位讲 我认为生技股一定会崩盘 而且不是今天讲 我在十一月底就讲过了 所以一定保证会跌 所以我就空了三档股票 第一档股票就是4.119的续付嘛 从116.5嘛 我在十一月二十六号把续付出清 我七八十块七十八块半 那时候买上去的 两成多我赚了就走了 我反手空下来到昨天回补饭多 对不对 今天又把多段卖掉了 因为我受不了了 没办法 因为受到盘影响 我昨天抢了以后 今天又赶快丢掉了 昨天跟今天变博书模一样 但是我们那一波掉下来 116.5掉下来 又赚了二十几百分 那还有两档生计股 我想我暂时不要公开了 免得要得罪你 一定会崩盘的了 我手上总共空了三档生计股 我还有两档没有回补 那我昨天不是也抢短多了五二八八的这个风响吗 好不容易抢反弹 昨天涨停板 今天又不行了 又卖掉了 又把它粗清掉了 所以我昨天讲的这两档股票 我跟各位解释一下 我是这样做的 我们动作是很快的 所以我跟各位讲 我宣布这个盘已经崩盘了 所以贸客大联盟 买在风口 卖在出口 短进短出 快进快出 赚了就走 我已经讲过了 这盘式开始 下礼拜开始反弹以后 就站在卖方 我们先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谢谢 好所以说 下个星期还有机会反弹 不过反弹也要赶紧的把握机会 要调节 那到底要怎么来后续操作 广告之后继续带您关心 万通国际 为您把关 创造财富 远离风险 万通国际 唯一首选 服务专线 零二七七二五九六六八 七七二五九六六八 一百分的好水 来自安利一支圆镜水器 创新二合一绿星夹 高密度活性碳 统计小致头发直定的两百分之一 过滤超过一百五十种杂质与重金属 此外线灯管 消灭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细菌认读 并通过MSF四项群积认证 一百分的安利一支圆镜水器 给家人一百分的健康好水 老同子来了 啊 啊 全新快乐儿童餐变得不一样了 油变少了 盐也变少了 而且一样没有防腐剂 多了好多蔬菜和水果 率先符合国家标准 全新的麦当劳快乐儿童餐 孩子吃得安心 妈妈更放心 理财周刊2016亮点聚焦论坛 全新一年您必须知道的五大关键 邀请五位专家一次帮您剖析 12月13号礼拜天在台北下午晚上各一场 名额有限动作要快哦 报名专线02-2392-6680-2392-6680 健康若持续三高 虽然不会感到痛苦 但也容易失去警觉 一步步走向洗肾 节肢 中风的风险 不但自己受苦 还会连累家人 请养成自我量测血压 血糖的习惯 善用云端管理资源 让自己 家人 医生 同步关注健康指数 协助您远离慢性病 自我量测防山膏 健康幸福免烦恼 好 现在个股的一个部分真的变化好快 有的时候投资人真的抓不准到底方向是什么 丁超老师可以帮我们看一下吗 好的 我想原本我们就是 我一再跟各位谈到 这个市场已经是 都是内资在操作的市场 就是外资的股票你尽量 能够散远一点就尽量散远一点 因为不会涨 我一直为什么一直讲台泥 我讲1101的台泥 你看我每天讲他每天点一点点 那我不是说他不好 台泥怎么可能会不好呢 那国泰金 富邦金怎么会不好呢 可是他们叫他们名字 他们就很倒的 因为他们叫全职股 2317的鸿海 那应说不是创历史新高 5175亿 他怎么会不好呢 那他唯一倒霉的地方就是因为他叫全职股 2454的联发科怎么会不好呢 他没有不好 他倒霉是因为他的名字叫全职股 2474的可乘 还不是一样 他倒霉他名字叫全职股 3008大力光电 到目前为止好在今天没有大跌 不然大盘我看今天会跌200点 好像他撑住 他倒霉他叫全职股 你知道我意思吗 所以全职股你碰了以后你一定会倒霉 那为什么我要跟各位讲内支当家 因为内支他不会买全职股 内支他只会买投机股 他买了生技股 买了太阳能股 买了IC设计股 那生技股已经出货 所以现在目前来讲只有两组股票 还有机会做一个反弹 就是太阳能跟IC设计股 你听我的没有错 那你说老师太阳能跟生技股今天也是跌 那没有办法 大盘的气氛影响之下 跟礼拜三的走势一模一样 都是被人家少到哄台北 你了解我意思吗 但是因为我判断这个盘式 还有反弹到礼拜二到礼拜三的 这个机会 我不是说今天跌下来以后 我就宣布说 从下礼拜以后一直跳水一直跳水 一直跌 不是这样 但是以后会不会跌 一定会跌 我已经宣布这个盘已经崩坏掉 我嘴巴不愿意讲 可是如果你私底下问我 我讲得很难听 你知道我意思吗 坏掉就是坏掉 我绝对不会为大盘 去讲一句好话 因为我的目的是为了赚钱捞钱 我又不见得一定要做多 谁跟你讲一定要做多 你有看过说我一定要做多吗 我很喜欢放空的 放空赚的才快 你不拔回而已 所以没有不好做 只有不会做 做对是一种习惯 所以如果你做了以后 就算是我讲的股票 没有办法赚 我们还是会建议要卖掉 没有办法 因为你不能唐币党趋 你怎么跟外资斗 外资有十兆股票 所以我跟各位讲 我一直跟你讲说 不是我不支持国安基金 不是我不相信我们的国家 实在是人家的拳头大 这股票市场在玩拳头的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所以我跟各位讲 2月3号 我一直讲2月3号 我这边没写 2月3号听说是我们封关 农历封关 对不对 那1月16号听说是 我们要 要选总统跟立法委员 那政治我不讲 我只知道说 你如果考虑到政治 他一定会崩盘 因为你只要听到 1380万 2.51 1.81 你就知道要崩了 逗起来的 那我做股票 我不喜欢人家 我那个政治讲那些东西 在干扰我们市场 但是如果那个市场 一直发酵起来 那完蛋了 我可以跟你讲 那国内是这样的气氛 怎么会大涨 那国外的美国股市 费得一直要升息 那美国股市 一旦有蛛丝马鸡 破盘破价 那台湾一定会瓦解的 你还不信 那跌到现在这个 还有8000点 还很贵 你以为8000点是跌很多 跌2000点就跌很多 你没有看过跌5000点 茂克大联盟 我带你做短线 2月3号以前 我带你做短线 2月3号叫荣誉封关 1月16号叫做选举 这个大盘一直要等到荣誉封关以后 才会慢慢的走向正常化 也就是说如果要恢复到正常的市场机制 要没有这些消息没有选举的因素 所以1月16号选举之前的这个一个多月 变数太大了 你怎么可以做长线 你怎么可以保留股票做长线 你怎么知道不会崩盘 那1月16号选举之后 到2月3号封关这两个礼拜 你怎么知道会怎样 你又知道会怎样 你又知道会怎样 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 你又知道谁会当选 你不要开玩笑咧 你又知道怎样 什么都不知道为什么要赌 为什么要看好 所以我一直在主张说 选举之前一定要做短线 选后也一定要做短线 做到2月3号以后才会正常化 等到荣誉丰过年以后回来以后才会 2月中旬开盘以后才会正常化 那这段时间我们要怎么做 我们是要告诉你要这么做 我们就来做短线 我们当贸客 抢贸客 贸客就是做短线 快进又快出赚了就走 我们多空都在做 我们这边有讲个买有卖 表示我是两边做的 我不是只有做单边 所以我说股票要买在封口 卖在出口 快进快出赚了就走 你要好好利用这个专案 我跟各位讲 雷军有讲过一句话 站在封口上 连那个猪都能够飞 那么胖的猪都飞得起来 所以你买股票本来就要买强势股 你怎么可以买那种一直在跌的股票 所以要买那个封口 看谁力量大就往那个地方塞 那不会跑了 不会走了 主力下降了就溜了嘛 所以卖在出口 那短进短出 快进快出赚了就走 绝对不长期投资 所以下礼拜 利用反弹以后 要反向操作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我们把时间交回给主播 谢谢 有的时候投资股票市场 就是多空都要赚 这样子呢 操作灵活才能够 让大家整整获利 也希望大家要持续 锁定我们的节目了 感谢你的收看 下周腾一时间 云云家飞 拜拜